家族福地与家族墓园的分别 赤毛月富贵山江是全东南亚最大的湿蚁化风景墓园 是一个拥有大自然环境的风水集屑 环境优美 风景宜人 今天就带来了解家族福地与家族墓园之间有什么分别吧 家族福地 以上池笑笑为理念 打造出可容纳最高至八个家庭成员的家族福地 拥有舒适安稳的空间 环绕着石雕及花草树木 看起来就像一座座小花园 透过这样一个情感空间 让亲情升华 让访客可以平时安心的 将无尽的事情与回忆 转化为对仙人的祝福 哦 对了 我们也提供客制化服务 让你打造属于自己设计风格的福地哦 家族墓园 家族墓园代表的是一个家族的历史 蕴含着福音后代 文化传承 有着伦理及哲学上的生成意以及价值 位于山庄最高 暂地面积最大 风水绝佳的位置 可以各性化建筑独一无二的家族墓园 而且最高可以容纳32个家庭成员哦 那么在G4的节日里 不只可以让后代团聚在自己的诗人空间里 追诗仙人 除此之外 上层的风水格局 还可以延年后代世代昌盛 现在你知道家族福地 还有家族墓园的分别了吧 还有什么不了解的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 记得关注哦